谢南自从公开怀孕消息以后,经常分享孕期的日常,目前已经怀孕七个半月,从怀孕初期开始,谢南就开始坚持运动,经常分享运动的照片和视频。 高难度的动作让网友们看了都替她担心,今天,谢南又晒出了一段运动的视频,并且还分享了目前胎儿的状况,谢南的状态也很不错,虽然已经怀孕七个半月,但是谢南的肚子依然是不够明显,谢南也透露,目前自己已经进入了增重的阶段,肚子已经开始比以前大了。 视频中,谢南做的运动难度还是挺高的,已经怀孕七个半月,丝毫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,从视频中看谢南的动作,动作幅度很大,频率很高,就算是对于没有怀孕的人来说,也是有难度的,但是谢南做的很轻松的样子,丝毫看不出有什么难度。 网友们看到谢南做的高难度的动作,表示很担心,有网友十分的好奇谢南,为什么已经怀孕七个半月了,还要执着地坚持运动。 谢南今天首次曝光了孕期坚持运动的原因,谢南说,自己是血液循环非常差的人。 医生说一个可能的解释是,恰当的运动促进血液循环,胎盘的血液循环更加的通畅,利于羊水的形成。 同时,谢南也表示自己不会撑冷墙的,让网友们不要担心。 网友们看到谢南运期坚持运动的原因后,表示好心酸,原来明星怀孕也不容易,但是谢南运期的状态挺好的,除了坚持运动外,还会参加一些活动。 挺着七个多月的运渡的谢南依然是美美的,完全看不出是一个运渡的感觉。 只能说谢南对自己真的是高要求,就算是在运期依然是很漂亮,而且给老公吴京很大的自由,吴京带儿子无所谓储蓄儿,谢南一个人在家也能很好地照顾自己,偶尔还晒出儿子无所谓的照片,坑气儿子也是毫不留情。